接下來這個週末大放鬆 帶您逛逛市最豪華的夜市 就在台中 這個夜市它不只是開在豪宅區裡面 它佔地有3000多坪 號稱是全台灣最大的夜市 不過這個附近的住戶 他們很反彈 再加上這片土地是住宅用地 在開幕第一天 就被市府開除法單 光夜市人潮急急急 攤販拚人氣也拚買氣 吃的喝的用的穿的玩的 樣樣都不缺 就連知名的章魚燒也進駐 這裡可不是普通夜市 而是台中七期豪華夜市 土地貴啊 就是整個台中市市區的 章業最貴的地方啊 一旁高樓林立 隨便一戶就要價上映 但相隔不到100公尺 就是一個local夜市 占地3500坪 地價至少40多億 可以容納近千個攤位 還打出全台唯一夜市 專用廁所吸引遊客捧場 但沒想到不只豪宅住戶 擔心夜市影響生活品質 房價下跌 就連開幕第一天 市府就上門開發單 這個地方的土地使用問題 是住一之西 它沒有依照規定的申請 設置攤販集中場 所以如果土地使用分區的話 我們依照都市區 好委員會分區做開發 原來這一大片土地 是住宅用地 合法執照都還沒下文 業者就搶著開門營業 不但最高可發30萬 甚至這個號稱 最貴最豪華夜市 恐怕還沒成為全台最大之前 就已經被拆光光 記者林品星台中報導